到底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发展有多进步 在最新的中国大陆蔚来汽车所举办的蔚来Neo Day中 发布了旗下最新的旗舰纯电型正教车ET9 同时也以人民币80万的售价开启预售 但老实说人民币80万 折合台币将近350万 这可真是个不便宜的价格 也难怪中国大陆的车迷朋友 最近总流行一句话 那就是以前在中国大陆是有钱才买BBA 也就是台湾常说的双币加奥迪 但现在在中国大陆是没钱才买BBA 有钱才买国产车 同时采用了新一代900V高性能智慧电区平台 只要快充5分钟就可以拥有255公里的续航里程 同时也可以支援换电系统 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换电